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 对村里的猫猫狗狗很熟悉 用接地气的话来说 农村人没有那么多讲究 家里养的猫和狗也并非什么名贵品种的宠物 但农民倒是一直都很看重 其中大多数农村人家都在养的土狗 其实主要是用来看家的 农村的土狗激进灵敏 就算是三更半夜院子里有丝毫想动 它们都能够立马察觉到 这样的动物用来看家护院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如果是养过土狗 应该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农村土狗的寿命一般不过十多年 而一直衰老的土狗在临死之前 就像是预感到什么似的 通常会选择出走 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 都会自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渡过 农村也流传这一种说法叫做 好狗绝不死在家中 为啥农村养的土狗临死前大多都会离开家中呢 听村里一些年长的老人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原因 其中的一种解释是 土狗为了不让自己的主人伤心 才选择独自离开 大家都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实际上它们也确实很有灵性 自从被炫化以来 它们除了能够看家护院之外 更重要的是还能感知人的情绪 分辨主人的喜怒哀乐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在农村的土狗预知到自己的死亡之后 就会选择独自走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 找人们不易发掘的角落 为的就是不让主人伤心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土狗在离开家的前两天 通常会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粘人 而关于农村土狗临死前离家的另一种解释是 这是人们俗称的反祖现象 土狗在被炫化之前的祖先是狼 和很多群居动物一样 狼在临死之前会脱离狼群 在一个单独的角落里度过 这样做法的目的有两个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己腐烂的尸体 传染和影响其他同伴 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招惹来其他凶狠的肉食动物 由此让整个族群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狗的这一行为和狼相似 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反祖现象 有的土狗在给自己找容身之所时 还会提前踩点和观察周围的环境和地形 不过听一些农民说 农村土狗离家其实有一些征兆 如果一直衰老 而且精神状态一直不好的土狗 突然变得活泼不说 还和主人一阵风玩 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出现离家的情况 你见过类似的场景吗 关于农村土狗 你还有哪些了解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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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